我们家老太太的床头到现在还摆着一本厚厚的 那个表面已经斑驳剥落的一本笔记本 里面非常清楚地记录着我们家几个小孩 从小到大的祷告事项 那本是她的祷告部 不管是我们的身高 健康 聪明才智 包括我们的个性 它都标记在里面 而且随着我们不断地成长 它会加进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想读的学校 科系 甚至后来想要从事的工作 我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才发现那本笔记 但在翻阅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什么事呢 我们家几个男生的身高都在175以上 但唯独老大整整比我们矮了10公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母亲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几乎每个人的第一项是刚出生的时候都说希望这个孩子身高175以上 然后有聪明才智等等 所以身高是第一个标记的东西 那我就想说老大有没有 我就往前翻 老大那一页第一句写的竟然不是身高 而是这是我投生的孩子 我将来要献给上帝 那我就拿着本子去问老太太说 你为什么没有为老大的身高祷告呢 他后来跟我说 当时他只觉得这是他投生的孩子 要献给上帝 根本忘了身高这件事 后来我们家老大当了牧师 当了教授 而我呢 也在老太太的祷告中念了我想念的新闻系 后来走向儿童文学的道路 老太太这本祷告簿呢 不仅是他对上帝的祷告清单 也是他对我们这几个孩子 一辈子的教养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